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加以实践在日常生活中 图文并茂的海报 生动有趣的影片 筹备了两个多月 从展馆的设计布置到讲解 完全由家长们一手包办 家长们用心导览 不只动口 也动手向大德们讲解各类环保数据 让参观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那些影片 因为刚才说现在我们地球软化 现在天灾 你看这么多 以前都没有这么多 这样可怕 所以看那些影片 怎样教导你 怎样减少这些地球软化 什么这些等等 所以还有说是环保站 应该做一点义工 帮忙帮我们人家 志工也在新素食仪馆 示范如何烹调素食料理 香喷喷的健康美食 把访客们都留了下来 我最深刻就是他做那个蔬食出来 给大家品尝的时候 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又很好吃 而且你会想吃 你会 下次你回家 你看到这张纸 你会再做来吃 这样啦 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少油 少糖 然后呢 通过这个有机蔬菜 来进行这个肠胃的环保 透过电影馆的视听媒体 观众除了学习以同理心看待动物 也了解保护环境 刻不容缓 原来虚木业就是说对整个地球暖化所造成的那个很严重的影响 才了解到就是说 吃素其实我们只是尽这样一个小小的力量 在饮食上做调整 是可以就是说帮助我们这一个我们共同的假地球的 发心力愿 救地球 从自己做起 大德门在发愿区填写发愿卡 发愿如数也祝福自己 只要人人为环保多付出一份力 留给下一代的将会是一个美丽干净的地球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宫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